山上微风吹过 大面积的绿竹清脆欲滴 在风中沙沙作响 竹海清晰有生命力 林中飘起淡淡的鲜血气味 王轩赤裸着上半身坐在那里 以精神领域仔细查看伤势 胸口有个血洞 又肺液出现四道可怕的口子 整体被撕裂 后背血肉破烂 肋骨隐约可见 他默默反思 自从踏上就树路以来 虽有惊险 但从来没有这样惨烈过 都没有正面接触 就险些被人隔着长空射杀 是他大意了吗 并没有 他十分谨慎 提前预警逃离 说到底 终究是实力不如人 连他一向仰仗的精神术 都挡不住对方的超凡福建 他第一次吃这样的扑亏 赵清汉将剩下的几株灵药都捣碎 附在王轩体外的伤口上 这些伤非常严重 但更重的是内里的伤 脏气碎成树块 如果是普通人 必死无疑 不要多想了 先养好伤 他小心地帮王轩包扎 马大宗师再不远处哼哼唧 羽翼 马腿 全都有血窟窿 痛得不断发出马语 应该是在骂骂咧咧 他彻底记住 那个涉他的人了 等马夫将他喂养到超凡层次 他必然要去找那个人 来个马踏肉匠 赵清汉走过去 将剩下的灵药敷在了他的身上 显而又显啊 王轩感叹 劫后余生 如果没有金身术阻挡 如果不是以张道玲的体术 磨灭剑羽上的大部分符文 他就被射得爆碎了 他深刻明白了 自己与超凡的差距 即便肉身已经立身在凡人的顶点 还是挡不住那个领域的力量 或许 他这样还不算是凡人之极顶 远处那片山林中 有一股黑欲鸭飞走了 赵清汉开口 站在竹林外 眺望远方的山林 鸭群的首领 在准宗师层次 这种群居的猛禽 既捕杀猎物 也食腐肉 看到尸体就会扑过去 乡林那一侧的山地 也有些怪物逃走 赵清汉观察细致入微 平日那两片区域 没有什么过大的动静 王轩起身 当看到又一个方向 也有些动静后 他的脸色微变 我们走 他拍了拍马大宗师 示意他上路 是那三人追下来了吗 赵清汉问道 林地中的凶琴猛兽 一旦成规模的躁动 一般都是由超凡生物 过境导致的 有可能 王轩点头 马大宗师忍着痛 以马雨发誓 总有一天 马超凡会踢死那几人 他载着两人 展翅飞向高空 王轩在空中观察那片地狱 竟真的见到了 那个持大宫的男子 站在一座山峰上 眺望这边 很快 另外两名男子也出现了 与他站在一起 王轩眼神冷漠 在远空注视着他们 他的胸腔有一股怒咽在跳动 这三人居然盯上他了 一路追了下来 还在想着猎杀他 这是惦记他身上的奇物了 还是单纯地觉得失手 有损颜面 想给他补上一件 三人都到了超凡领域 却回到外部区域夺机缘 按照王轩了解的大致情况 这违背了规则 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力量 能够纠正与约束他们 他有股杀意在争腾 三位超凡强者 一而再地针对他猎杀 他不需要别人去纠正了 准备不久后自己去清算 山峰上 三人注视飞马远去 不释放超凡气息 会被不少怪物当作猎物袭击 可一旦释放超凡气息 又会惊扰林中各种猛兽奔逃 被那个年轻男子警觉了 雄坤 有必要回来杀他吗 同伴反问 看向持大功的男子 他临去前 最后一瞥的眼神 事后回想让我有些不安 我怕他成为我祖父的那样的人 你们看 的确有些像 同样收服了一头一兽 持大功的男子 眼神带着凶性 披散着黑发 名为雄坤 来自何洛兴 还是赶紧回去吧 虽然这片区域归黑角兽管辖 可一旦泄露行踪 被那头白孔雀知道 我们来到外部区域 还是有些危险 是啊 若是他知晓我们猎杀没有达到超凡领域的人 会出事的 手持大功的男子雄坤道 在黑角兽的地盘不会有事 我们去拜会下他 他已经知道 外部区域的金属牌子 还没有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 他还有机会 一百年前 他的祖父也参加过密地的竞逐 获得猎先留下的奇物 改变根骨 重塑五脏 在何洛新快速崛起 如今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所以 雄坤知道内景医保所在地 也明白奇物的逆天效果 想来截胡 即便只能 熬炼出对方的血水 来获取药性 他也敢直接吞下去 他的祖父是活生生的例子 得奇物必冲销 当年 他的祖父在密地外围 救过一头怪物 黑角兽 一人一兽结伴而行很久 如今一百年过去 黑角兽早已是超凡领域的厉害怪物 统领一片区域 这么多年来 雄坤的祖父也曾多次回到密土 同那怪物之间没有身份 这次雄坤违规来到密地外部区域 就是靠黑角兽 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理会 起初 我没觉得什么 可是现在忽然有些不安 他该不会要复制我祖父的道路吧 雄坤说道 他的黑发像是瀑布般披散着 眼神森冷 有种野性的气质 在足够远的地方 马大宗师停了下来 翅膀低血 马腿咽红 伤口崩裂了 他有些精神不济 王轩坐在青石上 调动神秘因子 修复四分五裂的幼肺 他有信心治疗好 但最起码需要五天以上的时间 肺都裂开了 不仅还能长好 而且五六天差不多就能大致复原 这如果传出去 一定会让人目瞪口呆 主要是王轩刚从内景医保中出来 从那里获取了大量的神秘物质 不然的话 他也得慢慢熬着 即便这样 他也不满足 想以更快的速度恢复过来 因为这里是密地 每一天都有变化 随时会有危险发生 他的这种状态 很容易出事 另外 马大宗师也不容乐观 有些虚弱 万一遇上强敌 可能飞不了那么快了 我们去找地仙泉 王轩决定 去密地较深处 以地仙泉洗礼肉身 迅速恢复身体 不然 他这个状态 去走势地蜜鹿的话 等于在自杀 会不会太激进了 那里怪物横行 赵青汉露醋眉 没事 连一百多岁的老钟 都敢去搏命 最终年轻数十岁 活着跑出来 我们总比一个 风竹残年的老人强吧 照你神无言 老钟那叫风竹残年吗 分明是苦修一百多年 有可能是就树领域第一人 马大宗师 想吃妖魔果实吗 想身体立刻复原吗 想变成马超凡吗 走 我们去痛饮地仙泉 马大宗师一跃而起 重新变得生龙活虎 马嘴咧着 笑得都有些歪嘴了 他很振奋 马夫终于又要喂养他了 赵青汉起初有些谨慎 但能不动心吗 引下地仙泉 能严命五十年 对于一个为了美而踏上 就树路的人来说 这种诱惑大到无边 因此 冷静的赵女神 也不再劝阻了 反而很期待 那就是地仙泉 王轩他们来了 在一座山头上 眺望那片奇异之地 隔着很远能都感觉 惊人的灵性物质弥漫 他有些无言 因为地仙泉不是鼓鼓而涌 谁知道他竟这么地孱弱 兮兮丽丽 像是防烟流下的雨滴般 从峭壁的缝隙间落下 地面有个水洼 积存着一点晶莹的液体 不过两三公升到边了 想在地仙泉中泡澡 想都不要想 那么点水 估计也就能洗把脸 或者抱舔天物去泡个脚 地仙泉经营通透 腾起阵阵阴晕霞雾 气象非凡 但是量真的太少了 我还想请你在地仙泉中沐浴呢 可就这么个小水坑 王轩遗憾 这与他想象的不一样 赵青汉文言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马大宗师也傻眼 就那么一点水 他舌头一舔就全没了 够谁喝呀 很快 他们警觉起来 崖壁下那片地带 折服着一些怪物 眼下一头 棕毛很长的黑色雄狮 走了过去 一口就将地仙泉给吞没了 他足有十几米长 散发着超凡能量 一看就是很恐怖的怪物 绝对不好惹 那么一点水 大概都不够他润喉咙 估计 四条蚕蛇加一块 都打不过他 王轩叹气 山崖上 那道缝隙间 稀粒粒 水线不断落下 过了段时间 又将水蛙筑满了 能有两三公斤重 这次 那头黑狮没有出现 来了一只雪白的蟹子 在阳光的照耀下 它像是白玉雕刻而成 晶莹灿烂 居然有种艺术性的美感 但绝对剧毒致命 它能有墨盘那么大 将地仙泉喝光 慢慢离去 接着 当水蛙再次存满灿烂的液体后 一头浑身冒着火光的怪物来了 它像是大象 可是獠牙风锐 嘴里嚼着某种怪物的血肉 它周身赤红 缭绕光燕 一看就不好惹 王轩与赵青汉看出来了 这些怪物轮流去引地仙泉 彼此并不冲突 像是有各自不同的饭点 它们想插手的话 有些难度 因为地仙泉的周围 全是超凡怪物 而且都是强横的品种 看着那种长相 就知道没一个好惹的 马大宗师变得十分低调 看着那些怪物排队痛饮地仙泉 他没敢骂骂咧咧 只是看着王轩 那意思是 全指望马夫了 观察很久后 王轩深感庆幸的是 这里没有会飞的凶物 但赵青汉觉得 机会不大 这里很危险 附近的超凡怪物实在太多了 据说 这片区域可能有地仙洞府 所以盘踞着不少怪物 都在等待某一天 地仙宫突然出事 赵青汉告知一些情况 有些超凡怪物 是可以用精神与人交流的 很久以前传出这样的消息 并且 近年来地仙泉出水量越来越少 所以怪物们越发紧张这里了 王轩探道 老中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 他还能回光返照 在怪物群中拨命 痛饮了一把 然后活着逃走 他认为 老中肯定有其他特殊手段 引走了怪物 不然难以成功 你就编排他吧 老中可就在密地中 说不定很快就会和他打交道呢 赵青汉提醒他 老中很厉害 同时心眼不大 王轩点头 表示知道 肯定不会去主动惹老中 不过等他超凡后 去密地深处找老中切磋的话 还不知道谁会吓到谁呢 这么多怪物都去舔那个小水蛙 老中也是直接冲过去 一口吸干净的吗 王轩脑补那些画面 他有了计较 盯着崖壁上的缝隙 道 你看 那道缝隙在一个谷杜上 我严重怀疑 那个区域内部 存着数百上千公斤地先权 如果在那里迅速开的大口子 用容器兼满就逃 我估计收获会很大 赵青汉摇头 道 有人很早前就是过了 那崖壁坚固的惊人 根本无法劈开 疑似是太阳金元石 王轩发呆 而后摇头 道 又不是真正的太阳金 最多只是混入了部分而已 我觉得问题不大 他认为 能切开那片山壁 他曾用短剑削过钟情的钢板 轻松展落过一根尖刺 所以他有信心 最终 王轩去找了个特大号的野葫芦 挖开后 感觉最少能装五六十斤的地先权 不过 野葫芦不是最主要的容器 它的伏地碎片才是 内部空间有两立方米左右 他们观察了很久 选中下面水蛙被喝光 没有怪物出没的安全时间节点 两人一马急速行动起来 马大宗师负责驮着他们过去 风驰电掣 来到山崖前 赵青汉则负责 举着刚剖开的野葫芦 王轩则猛然挥动短剑 吃 山壁被剖开了 顿时有带着芬芳的江叶涌动了出来 赵青汉赶紧用葫芦去接 对他来说 这可是养颜神业 王轩觉得 口子不够大 他猛力挥动短剑 将这里挖出个洞 直接将手伸了进去 用伏地碎片去装地仙泉 很快他感觉到伏地碎片满了 怎么没水了 赵青汉疑惑 当王轩收回手 地仙泉涌动 将野葫芦也装得差不多了 快走 王轩喝道 这里的动静不小 多半惊动了附近的怪物 嗯 他一眼看到 石壁内部 水不是很多了 里面有亮晶晶的东西 他一把给掏了出来 感谢 书有20210617003015576 紫月V 谢谢两位盟主支持 陷入黑暗轮回 我要调整一下 后半夜那张 大家别等了 我白天更新出来 等调整好后 我会找时间多写一张 哭泣 明天的两张 都不会这么晚了 我会找到 我明显 我的脑子 你能不能够